父母恩,永难忘 父母老了,也请好好对待 父母在孩子心中小时候是天 总觉得妈妈什么事情都知晓 而爸爸又特别有力量 父母就像两座大山 矗立在那里让我们心里充满安全感 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 这两座山不再伟岸 他们在我们面前变得小心翼翼 许多是不敢问,话不再敢大声说 小时候,作业不会写 爸妈会非常生气地说 这都不会,上课干嘛去了 而现在反过来了 当父母因为一件极其简单的事 反复问我们时 我们总是很不耐烦 告诉你多少次了 怎么还是不会呀 而他们也只是小心翼翼地陪住笑脸 或者难过或者默默地不再吭声 他们变得越来越弱势 一部电视剧幸福一家人里 一个片段,看哭很多人 儿子结婚后要和家人断绝关系 他理直气壮地说 我靠的是自己的努力 才有今天的结果 这位儿子是医生 这位儿子是医生 医院里很多人实力都比他差 可那些人 却能靠住父母平步清云 而自己的父亲只是个卖面的老板 儿子怒吼注斥责父亲 每天只会问饿不饿 却不能在事业上拉自己一把 父亲听到儿子的控诉后 惠疚得气不成声 满头白发的他 对儿子鞠了个躬 对不起 我莫本事 让你受委屈了 这些自认为很有本事的孩子不能理解 他们认为莫价值的东西 其实却是父母的一生 有人说真正的成熟与年龄无关 而是从原谅父母的不完美开始 孝顺就是顺应父母的需求 只有顺从达到了极致 就可以通达于神明 光照于天下 任何地方都可以感应相通 做任何事情都能成 所以越孝顺的人生越顺畅 有句话老话说 天下无不适的父母 所有的父母都会犯错 谁又是完美的呢 生养之恩大于天 宽容父母的过错 原谅他们的不完美 是人最基本的德行 孝顺父母五不择 做儿女的请多一点耐心 一 不埋怨父母的无能 不要去抱怨 你应该是怎么样的父母 而是提醒自己 我应该做怎样的儿女 二 不嫌弃父母的啰嗦 有一种幸福叫父母健在 有一天 没有了这些啰嗦 你一定会很想他们 不要等到那一天才后悔 三 不抱怨父母的抱怨 爱之深则之切 你过得不好 父母比谁都心疼 他抱怨你 是因为爱你 四 不抱怨父母的迟缓 人最可怕的恶 便是不懂感恩 小时候 我们使尿都要靠父母 现在父母老了 是自然规律 不要嫌弃他 磨磨蹭蹭不如以前了 五 不嫌弃生病的父母 生老病死 注定是人 无法躲避的自然规律 父母小时候 无微不至地照顾 我们 现在该孩了 还有机会伺候 和孝顺父母 是孩子最大的福报 百善孝未先 许多人内心爱父母 但嘴上却很硬 不经意间 就伤害了老人的心 孝顺父母 先从何言悦色 好好说话开始 无德之人福难求 有德之人福寻门 德性 有德自然香 有人说 人之量力 并非荣言 并非荣言 而是内心 心存善念 非量也美 非富也贵 有德自然香 这句话道出了许多的人生哲理 也关乎你的道德水准 和做人的品质 有德性的人 讲究道德修为 自然是德高望重 会赢的人们的敬佩 不讲德行的人 到哪里都不受欢迎 为人 以德福人诚恳畏贵 人生在世 幸福与否不在于 你的金钱地位 而在于你做人的德行 生而为人 我们的一生跌宕起伏 喜忧参半 通达为怀 善良为本 不管处于哪众境地 都要保持做事先做人的情怀 自信 获达 问心无愧 这是自古不变的道理 做人 厚德才能承载万物 做人得未贵 说出了做人道德修养的重要性 也为我们的道德修为提供了座右鸣 正所谓 厚德才能承载万物 这来自于古今贤者多年来 积得行善之人修身养性的标准 德 它是做人的根本 活着 谦卑自太和善胸怀 一个人的德性 来自一颗善良的心 一个人的涵养 来自一颗仁德的修为 只有德性好的人 才能得到别人的认可和尊重 做人 就要 与人为善 与己为善 与人有路 与己有退 不求问心无愧 只求无愧于心就好 修行 诚恳未贵通达未怀 因为人生就是一场修行 处事淡然有德品 修的就是一颗心 只要诚恳未贵 通达未怀 谦逊待人 以德为重 那模拟的人生 定能站得高 望得远 行得稳 人活一生 我们可以什么都没有 就是不能没有德性 因为德性 代表了你的人品 德性 有德之人必受人尽 人活着 不管你多聪明 多能干 如果无德 那模拟的人品 就会遭人唾弃 德与才的统一 才是真正的智慧 若平时不注重修身养德 那模拟到哪里 都不受人欢迎 只要做人德为先 事事与人为善 无论你走到哪儿 你都能赢得别人的好评 你的人格都会熠熠生辉 所以说 有德之人 必受人尊敬 姐姐 你辛苦了 如果你有姐姐 请为她祈福 健康美丽长寿 一切为了姐姐 那时年幼的我 怎么也不懂 姐姐同样矮小的身躯 和不厚的肩膀 是如何能有力量背着我 走一步又一步 我们之间年纪相差不大 可我似乎总是最调皮的那个 那个时候 怎样都不怕 都有姐姐依赖 这路都是姐姐 一步一步带我走的 我是那个看风景的人 长大后总想 我卫石魔不是哥哥 我保护他 你的姐姐是上天赐给你的礼物 千万不可 默示了你的姐姐 不管你的姐姐 她又不优秀 漂亮 你一定要尊重她 你都要对她好 不管她对你好不好 在姐姐的眼里 弟弟妹妹是最该受保护的 姐姐是你一个可依赖的人 有什么烦心事 都可以向她诉说 无论哪遇到了问题 她都会尽力说明你 愿全天下的姐姐们幸福安康 每个姐姐都是上天赐给的礼物 可以叫姐姐的孩子 是幸福的 如果你有亲姐姐 那你真的很幸福 你可以整天看到姐姐 有充足的时间 去好好爱惜她 如果你是任的姐姐 那你真的很幸福 很幸运 相信我 你们有缘 茫茫人海中 能与她相遇的几率态 微乎其微了 而你们竟然还认识了 她还成了你的姐姐 而且心甘情愿地关心你 这是怎样甜蜜的一种幸福 既然上帝安排她成为你的姐姐 那你一定要好好关爱她 对她 你一定要对她好 不要到失去了 才知道她的珍贵 我希望我的姐姐永远都幸福 每一天都开开心心的 曾经的我总想长大 因为长大了就可以离开 可以去一个没有你的世界 过我想过的生活 现在的我终于长大了 来到了一个没有你的世界 却总想回到那个有你世界的空间 她在别人的眼里 也许是一个笨女人 傻女人 蠢女人 可是在我眼里 她的一生 虽然不是多么的辉煌 却也不平凡 爱过 伤过 哭过 笑过 一生磕磕绊绊 遍体鳞伤 幸福虽短暂 却也享受过当时